另外来看到这个国际焦点是纽约市昨天是有惊天巨响 有两栋大楼在当地时间昨天早上九点半左右发生了气暴意外 瞬间被移为平地造成了至少三人死亡63人受伤 而霸照产生的浓烟也让救灾难度更为增加 新上任的纽约市长白思豪面对这上任之后的第一起重大意外也亲上火线 纽约市东哈林区发生气暴事件让两栋大楼被炸个粉碎 云梯车消防车全面出动灌旧大楼想扑灭火势 不过阵阵浓烟漫步整个哈林区爆炸点附近有如起的大雾 消防员往前起步几乎要消失在云雾中 不只让搜救困难冲冲更呛的附近民众主动撤离 但还是有居民坚持待在现场 爆炸点附近的建筑也难逃爆炸为例 有些建筑在爆炸的同时被火势波及 路旁只要是站着的统统倒下来 面对突如其他危机纽约市长亲自上火线 确认是气暴之后纽约市消防局封锁现场进行撤离 却怕仍有残留的瓦斯引发二度爆炸 幸运生还的民众们也紧急送医 面对阵阵窜出的浓烟 许多民众虽然镇定地拍下现场情况 但却掩饰不了目睹爆炸的惊恐 国际中心 余奥号编译